好像現在有很多香港人 表面有很多批評 但其實最基本的就是在乎那件事 對那些人有期望 所以落差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抱怨 但其實最重要 抱怨之後的那一步是什麼呢? LIFE STYLE LIFE你的生活波動 Yeah BB 哇這個景色很美啊 拍一張照片吧 好啊 來來來來 準備 1、2 看看 震了 再拍一張 來 準備 燒 行了 看看 臥味好肥 再拍一張 你拍了 爸爸 真的 你是不是不想ief 不… 我也這麼累 再來 低潮的 低潮 是連環快拍攝 為什麼Rerunner? 其實上年第一次演完 其實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比以往一般演的舞台劇 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同的 這個劇對我來說更加意義大 因為以往可能參與舞台劇 都是演一個角色 這次我們一群人一起演舞台劇 由頭到尾 所有幕後幕前製作都自己演 特別深刻的 還有這一種的劇中 都是我自己最喜歡的類型 是講一些社會 一些生活的小字 一些喜劇的形式 還有加插一些舞蹈 所以就令到我速使很快 就很想找到場地去演2.0 去年我們做和今年做有些分別 我們最後那場戲是發生在西洋蔡南街 講一些街頭賣藝的表演者 我自己都會口心同感受 因為我也是一個表演者 我都會發覺 香港真的好像 除了住是土地問題外 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空間 可以再歌再舞 輕鬆一下 民間娛樂 民娛活動 似乎都沒有這個空間 好像我們封了一條街 那怎麼辦呢 那些人去了哪裡 那些人是不是封了一條街 就搞定了 我們這條街就安寧了 那當然 亦都有很多問題 就是背道的問題 就是引伸到 原來是會有草因問題 原來是會有人來 好像收你的租金 好像業主一樣 好像陀地一樣 收你的錢 會衍生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作為一個表演者 都會覺得 香港的表演空間 或者街頭表演的文化 又發展成怎樣呢 就是你眼見 可能韓國啊 日本啊 等等的地方 他們都已經發展到 很遙遠的距離的時候 對上一次都有現真身的 火雞姐她依然出來的角色 都是罵人 不斷罵不斷罵不斷罵 但是其實我自己去做火雞姐 或者火雞姐以外的時候 我都是發覺 我是喜歡做一些 這樣的類型的角色 就是 始終都是很多東西不滿 我發覺我的人 就算我回到Yanky的時候 但是其實 可能會有看過的觀眾 或者其實未看過的觀眾 我也想他們了解多些 其實可能火雞姐 她也不是自己提醒的 那好像現在很多香港人 就是她表面很多批評 但是其實 最基本的東西 其實是她在乎那件事 她對那件事有期望 所以落差有出現的時候 她就會抱怨 但是其實我覺得 其實火雞姐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重要 我想她也知道的 但是其實最重要 抱怨之後的那一步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 在乎那件事 你抱怨完 或者你批評完 其實你會想 改變那件事 或者幫助到 我覺得 近年香港人來 可能其實她多了批評的性 未必是不好的 但如果一失了平衡 而且忘記了 為什麼當初要批評 那我覺得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可能有很多東西 一直在進步 可能一些科技進步 或者一些 時代的東西進步 反而有些東西 反而退步了 就好像剛剛達仔索說 人情味 反而會給一些 現今社會 一些問題 或者一些時代的東西 多了製造 而她們很不 很不變得 很不平衡 她們看的東西 她們就會只想 因為 例如可能 我有個店 你們吵到我的客人 或者吵到我的地 這樣 那就會 不讓你們去表演 但其實 反而我們在那裏表演 是會有另一個氣氛 會有另一個 層次 在那一個地方 有不同的 味道出來 是這樣的 我覺得 反而 缺少了很多 這一方面的東西